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娃 今天是齐全的月结算 然后周五是美国的四屋日 所以进入到下半周 这个行情吃紧了 这个虽然说今天是创下了 颇段反弹的新高 离历史的最高点位 1303也只差林门之一角 但是也要防美国四屋日 突然大跌下沙的可能性 我是礼拜一在我们丰富平台直播 不是我特别讲这个四屋日吗 什么叫四屋日 在这个直播的丰富平台上面 听卵大哥的 这个节目上都讲得很清楚 如果各位想要知道的话 我们这边不浪费时间 不多重复 您上去丰富平台 YouTube打丰富 然后你可以看到 这个我礼拜一讲的这个影片 你可以点开来看一下 好 那今天因为结算 我们来看一下期货 期货台子期 这个开涨102点 收涨125点 收在12,968点 那因为进入到新的期约 进入到10月 我刚讲的是9月的台子期的期约 10月的话则是收涨123点 这个比9月少涨了2点 那指数是12,905点收了 这个差的差不多 离今天9月差有60多点的情况 等于说跟现货之间呈现逆价差 是71点的逆价差 还蛮明显的逆价差 好 那贵买的部分 今天涨幅是0.5% 这个今年也放量 586亿的成交总值 那集中交易上也放量 2063亿的成交总值 那今天收在12,976点 盘中13,021点 差10点创历史性高 那法人的部分 外资今天是连续第5个交易日买超 今天大买184亿 可是妙的是 自营商今天反倒大卖了47亿 这个我们等一下来问一下 这个秦副总 还有投信是买6亿多 所以三大法人集中交易 合计买了144亿 那同时外资今天在转仓的部位还不错 32528口的进多单流仓 买超大台3301口 这个比前几个月 就是9月跟8月外资转仓当日 流仓的部位都明显的增加 可见外资 有点要开始重新恢复做多的味道 那另外小台也是进多单流仓 4601口 那VIX指标 则是18.29点的一个 非常低的一个位置 所以显示这个大盘 应该大跌无余 从这个指标来看 是这样吗 赶快来请教万保投顾的 秦晓芳副总经理 秦副总你好 各位投资人大家好 好 那今天外资是连五买 在金融交易上连续第五个交易买超 买超非常大手笔 184亿 是我们等一下第二阶段 在现货市场全市股 还有ETF的买卖超 我们会做一个说明 就是回应当时来主持人 所提到的这个问题 自营商跟外资的对作 好 那但是我们第一个 今天因为是月结算 9月台指期的电子期 金融期的结算日 所以我们现在要来回顾一下 整个9月份的行情 还有今天月结算的状况 那么外资转上过来 刚才有提到3万2千口 这比上个月的8月 是越多的一个状况 好 大概多了两三千口的一个多单 而且呢 外资非常标准的 它是循着这个轨迹去 做多电子期 做空金融期 金融期因为它经有 它的特殊性能力空 像那个新售的问题 而且金融期一直都相对偏弱的 所以我想 OI而言 好 电子期 海强金融期弱 然后台指期呢 向上个月的高点做挑战 我想这个是 目前我们所看到的一个状况 但是外资 为什么会在期货市场 这个稍微比上个月乐观一点 我想有两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就是 压保美国总统的选举行情 我想这是大家都在说的 他的话也认为 如果现任的总统要当选的话 股市必须要涨 但我觉得这是想太多了啦 其实市场永远有意外 如果外资每一次都赢的话 那四大一行的话 也不会 其实在美国相对而言 他们四大走行的走势 股市走势 像高盛摩恩大同走势并不强 OK 第二个呢 他主要的就是说 经过这次修正之后 要开始进入 十一二月的感恩节前 还有耶诞节的旺期 认为今年尽管在疫情之下 整个消费力 并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 我想外资主要是压保 美国总统的选举行情 还有消费力 所以你看他主要是在电子的全职股里面做多 还有OI的一个小不上升 但也不是说一个很多头的部位 因为三万两千口是一个 仍然是一个可进可退的部位 只是做多电子 做空金融 这个仍然是一个比较明确的方向 好 我想我们先在结算的 越结算当日 在机会市场做路上的说明 不过呢 第二点啊 就是木华所讲的 今天外资这个买卖超 还有自营商的土壤对坐 确实非常的有意思 外资今天买超台积电 其实也是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ADR的大涨嘛 而且今天他拼结算 然后明天的台积电 9月17号的除息 即除息的2.5 他现在是除息要到12月19号去了 所以呢 他主要也就是压说 明天的台积电除息 是不是立刻全息 要赚到这个息 所以呢 外资买超台积电 这个倒不值得意外 所以他今天大买超 倒是有一个 其实一直很奇怪 这两三天一直持续 你看他是做多 可是他却台湾50的反的1.5 他连续性的买超 这是非常奇怪的一个现象 最近一个月来 买超张数最多的是台湾50反一 以外资超最来讲 对 而且呢 自营商 我们就以今天的状况而言 这个买卖超都是扩大 自营商的卖超却是最大的 自营商在反一的卖超却高达了二十几万口的一天反 也就是说 这个是一个完全反向的一个看法 也就是说 自营商的卖超主要是卖超台湾50反一 对 你有看到 所以就是完全反的 也就是说 其实自营商是做多 如果是这样子讲的话 对 我的意思就是 他是完全反的一个状况 就是跟你所看到的数字是反的 外资买台积电 你要仔细去看他的 Ready Booking 来就他的买卖超 这样各位应该懂 就是说 外资虽然他买台积电 那他为了拼结算 为了拼明天的储席 等于说自营商把他的避险部位卖掉了 对 就是这个意思 可是 外资呢 他虽然买台积电 可是他也担心你所说的失误日 还有他虽然看好 在期货市场做多 稍微偏多一点 可是他也怕美国市场 不如他所预料 在失误日出现巨大的增长 或者是第三点 我现在讲 我今天所带来的第三个提供 各位还记不记得 9月在8月19 9月才几期的开仓日 是在8月19日 那是礼拜三 跟今天一样礼拜三 然后在8月22日第二天的礼拜四 各位记不记得发生什么事 那天报巨证强证600点 有没有 最后收跌444点 其实外资他也很担心这件事情 因为你现在两岸的关系 其实很不稳定 美股也是在一个高挡 震荡的一个格局 虽然大家都说会有总统宣举行情 然后会持续性的往上做攻坚 可他也很担心这两个因素 国际盘的震荡 还有两岸突然又有什么变化 谁又来打一下绕一下的 所以这种状况之下 会不会出现结算之后 两三天攻不上去 又出现礼拜五的四屋日的变化 所以呢 今天的整个的盘势 其实它非常的吊诡 我是建议投资人 刚转枪过来 部位在这个位置上面 你不必急的立刻去做进出 你看像外资 他现在在期货市场 第一个他的OI 第二个台积电明天除息后的状况 第三个还有一个 我今天一直还来不及讲到 台币的升值 台币今天也是一个大幅 他都是谈动的大幅升值 最后我也难把他作假 可是他已经突破了29.5 已经有本周一二三连续三天了 看这股热钱的潮能够达到哪里 因为其实虽然台币升值 可是呢 一万三千零三十一点 在七月二十八日 我指的是现货 他是第一次来 那天成交量各位永远要挤牢 还有那天台积电的股价是四六六点五 对不对 然后第二个那天成交量是三千四百五十一 可是呢 今天已经是五度五关 第五次来到一万三千点了 可是成交量却更说 今天本来最后一盘 要不是最后一盘有量 他可能连两千亿都没有了 所以就是说 有一些手脚快的大户 有一些可能他觉得这个地方不好做 赚的都只是小钱 甚至手脚不快 没有办法掌握到肋骨灯动的洒乎 他也逐渐的退场 这个地方剩下的就是法人 就是法人是一定要做股市的 一定要做期货避嫌的 他在这个地方做互相的筹码丢来多取 所以各位我的结论是很简单 你这一两天先不要看 那明天台积电结算之后 礼拜五的四五日过去 如果有震荡再拉回去观察五日均线 因为连续上涨五天以来 外资所买超的部位 他也会做一个获利回途的动作 连续性的继续上涨 其实他的可能性并不大 就算要进场 也要等到震荡之中 五日均线再做进出 目前台子协位大概是一万两千八百点 可是最近的震荡幅度非常的大 你真的要买要记得我一直在讲的 因为要压宝盘 借着起强金融起弱 然后排取起震荡中才能做进出 至于各股方面 其类股轮动越来越快 各位投资人手脚要很快 像昨天年龄域大涨那么多 今天如果开高不卖 然后就完蛋了 你也赚不到太多的钱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这个地方 各位在操作上面要特别的消息 以期货观察 我们从OI的部位 从外资在现货市场的土洋对坐 还有以上一个月结算之后 三天之内大升荡的那种情况 而且这次我碰到书 那有个正式有很 慕华一直在想到这些 油价的那个波动怪怪的 跟四月中旬那次有点下 所以这个都是要一定观察的现象 目前现在台币的升值 还有台积电的出息 是支撑明天行情在高档震荡 然后即将进入另外一次的一个换手成立 谢谢 好 不过油价也回问了 昨天这个最新一个交易日 油价也往上升了 对 因为它已经跌跌好几天了 而且它跌幅又有一定的 跌掉一成多了 对 其实基本上我是认为了 目前出现付油价的机会 不可能像四月中旬那么 不可能了 那个是历史上的今天 大概35块一桶都不会跌穿的 也很不容易 对 我是觉得说这个实在是 那个是沙烏地亚拉伯搞的大阴谋 就算有人又租了三几艘游轮 也并不代表说他认为 会不会不会不会 最织的油价 只是说目前的整个行情是在一个高档 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可能高 尤其台湾本身有独特的系统性风险 这是我们必须随时提防的状况 而且台湾基本上跟着美国科技鼓走 如果台积电像今天指数几乎就只长在台积电 台积电这一张股票而已 听众朋友你手上有没有台积电呢 有你很高兴 没有你也不要难过 好我们非常谢谢请教堂部长青 听众朋友你手上有没有台积电 听众朋友你手上有没有台积电